等個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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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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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起來 沒有 大概 我是文嘛 沒關係 您就問一次 是 Hello LEED TV的所有的粉絲們 大家好 我是林佳麗 大家好 我是謝祖 大家好 我是李文鋒 你覺得有嗎 可能我們還不太熟 我覺得 當然演員在演戲的時候 會盡量靠近他的角色 用自己的 自己的經驗去靠近他 但我覺得還是有一點距離 不太一樣 雖然說他大勒勒豪邁的那一面很像 可是 我比較不會把 那麼多心事藏到心裡面 對 我沒有那麼無私 我很自私耶 對 我一定先把自己安頓好 才想別人 對吧 對吧 你看我在片場 我是不是自己先吃飽 才顧別人 關於放飯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客觀的 但是我也覺得 舅程如你剛剛講 我覺得林佳麗演唐東菊 她有先天的優勢 她有先天的優勢 大家可以仔細 我有仔細觀察過 你的笑容跟唐東菊很像 都是那種很開朗的 然後都是那種 就像您所說的大咧咧的 然後那種感覺會覺得 沒有距離 唐東菊跟林佳麗有這一點類似的地方 所以親和的部分很像 謝謝 謝謝 謝謝小五哥 我覺得佳麗姐給我的感覺 就是 其實姐是很有親和力的 然後她其實會 有時候會蠻細心 觀察別人的小情緒 就可能姐會 用她的方式 比如說 我們要去我們休息一下 吃點東西 我買了什麼好吃 我分享給你 其實就是讓大家 得到很好的放鬆 我覺得這是我觀察到的姐 對啦 在現場的時候 如果遇到演員比較容易 NG或是緊張的 就會在她休息的時候 去陪伴她一下啦 那不見得是跟她討論劇情 就是吃吃喝喝當中 讓她放鬆 其實就像我們是新演員的時候 就是很緊張說 你NG的時候 然後這邊給你一個筆記 攝影師給你一個筆記 燈光師給你一個筆記 鬼道師傅給你一個筆記 你就嚇死了 你根本什麼都忘記忘光了 你寧可那個時候就是 什麼都閉嘴 然後讓她走完之後 有機會再聊天 對 一定要有伴 因為這個人生當中 你不可能說一個人獨活 我們來到這個環境 但是不見得那個伴 一定是老公或是老婆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社群的環境當中 你很容易是跟一群人在一起的 比如說就像唐中菊他在戲裡頭 找到仁醫會找到大愛媽媽 他就有一群好朋友 可以一起做一個志同道合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在可能中年以後 我覺得年輕真的是 就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可是到中年之後 你可能會慢慢步入 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這個伴很重要 是帶著你去做什麼樣的事情的伴 對 不見得是老公或老婆 我覺得倒不一定 所以一定要結婚 因為結婚這個事情 至少要心甘情願 就算是不是心甘情願 至少當初要意亂情迷 所以你要結婚就對了 因為我是心甘 我是心甘情願的 我是心甘情願 那這兩者都是當下的一個處境 那像佳麗的話我也 很贊成他剛剛講的 就是你不一定是說 一定要有這個感情上面伴侶 你也可以是很好的朋友 一群朋友 大家最重要是你可以談談心 可以把你心靈有個釋放的缺口 不要一個人老是悶著 這樣子我覺得就OK了 沒錯 其實我也蠻喜歡看運動賽事 不管是籃球比賽或棒球比賽 任何賽事 尤其是Live的我最喜歡 但像Live你也知道 有時候它會半夜兩點 半夜一點 或者是套早四五點 足球 賽車 棒球都是這樣 尤其是賽車 尤其是賽車 我也蠻喜歡看F1的 那籃球棒球的話還好 除非是準決賽 或者是西區東區的時候 但我就覺得起來看 我只要一起床看 就會吵醒我太太 就會吵醒我太太 因為我太太就睡得比較淺 那她說你要起來看什麼 我說我要起來看球賽 但後來呢 我就跟她說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起來看球賽 我幫你按摩 她其實不想看 但是她想按摩 她想按摩 她想被按摩 挺好的方法 很累 很累了 因為你會分心對不對 很累 其實也就是按個五分鐘 十分鐘我就這樣 但是我太太我覺得 她要的就是一個五分鐘 十分鐘 她又睡回去了 然後就繼續看 就是你要 你要給她一些 溫柔啦 妳也誤會了 他們 我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 他們家都買便當 怎麼便當變成什麼家子 在家裡面其實我並不是一個 太發號施令的一個人 因為我大部分的精神力量 都放在片場 都拍戲 那回到家的話 其實我跟我太太講過 刻骨銘心 語重心長的跟她講說 以後所有吃飯的地方 你決定 你開車 你帶我去 我買單就好了 不要再讓我挑了 你不要再跟我講說 你想吃什麼 你今天比較想 我說我都OK 因為我每天在片場吃便當 其實 我也沒有太大的要求 吃什麼不重要 跟誰吃比較重要 你就都決定好就好 然後你也不用再問我意見 那買單的時候 我去買單就好了 那麻煩她一件事情 其實我很少開車 都是她開車 百分之九十都是她開車 所以今天如果要買房子的話 是你決定還是太太決定 我們會參考一下 譬如說一些財經新聞來決定一下 太太太決定了 太太決定了 因為我們 我沒有小金庫 我也沒有私房錢 我們就只有一個公開而透明的戶頭 我可以 我可以用 我太太也可以用 然後那個 現在都會傳訊息 說你那個現在 入帳多少錢 提了多少錢 所以說一切都公開透明化 所以這種 購置房地產的事情 還是以我太太為主 所以你真的沒有私房錢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我餘工就是 就像我上次也跟經紀人 還有跟我太太一起研究 我說 他們後來不答應 我說我可以不要帶手機了嗎 他們說不行 因為我想說公事方面 有經濟團隊 他們來 經濟同仁去安排 事事方面 就直接告文部就好 但是我忽略一個重點 我太太會打給我 找不到你 後來就被打槍了 沒錯 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第一次 我不會跟我爸 講實話 會頂嘴 但是呢 我都是行為上招致他 比如說他就打我兩次 我剛剛有講過 然後就第一個是 他傷我巴掌 第二個是我 他拿皮帶抽 就是外面有客人在 我很小的時候 在國小 然後因為我想要出門 然後想要他帶我去吃一個東西 還是買個什麼 然後我就 他因為有朋友來 然後我覺得他很煩 我就把家裡面所有東西 全部都弄亂 他房間裡面 衣服只好全部把它弄亂 然後我把他進來看到 直接就 打開 就這樣一套 是一個組合計 弄起來他就開始 他弄組合計 組合計 直接就開始抽 XXYYY 對 直接 就是 所以我 大部分都是行為一招制 就是你知道男生有時候比較皮 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有講過就是 我爸以前 徹夜為了我不睡 早上幫我準備東西 然後他忘了帶鑰匙 就一直按門鈴 早上七點鐘 然後我就起來很不耐煩 就很 就說 幹嘛 你不帶鑰匙很煩啊 對他很不禮貌這樣 我爸就一直給我一個巴掌 他說要不是因為你 我今天 我最往可以睡得很好 是因為你今天要遠足 你要帶什麼什麼 那你沒有 你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去幫你 去想辦法幫你弄不到 不然的話我可睡我的 你不帶到你家的事 反正你沒辦法跟同學玩 對 那你後來有跟他說對不起嗎 就有啊 就是還哭啊 就覺得 對不起可能是兩三天後才說 沒有當下說 對 其實我被反對過 因為我做這個時候 我在 其實我國中 要考高中的時候 我非常 牛 就是我沒有跟我爸講 其實我什麼自冤都每天 然後 這會被打死吧對不對 這會被打死 打死 然後我只 因為我知道 你有講過嗎 我爸後來還知道 我爸擦臉 因為這是幼咒而已 我說 因為我就是鐵雷心 我要上華岡醫校 我是覺得 一定要告訴父母 你為什麼想要這麼做 我覺得你要 你要讓他知道說 其實你是有規劃性的 我覺得父母會比較容易接受 但我不知道父母的心情是什麼 但是我如果是小孩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子 就要去做啊 對啊 痛了就不要回來抱怨啊 人要為自己做的決定負責任 所以如果女兒的話 會不會更 我沒有生女兒 萬一有舉例之後 你今天是女兒的話 你會不會 生了之後一定會跟 如果有生的生女兒 一定跟大家報告這個好消息 目前我就是一個男生 好 就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現在才剛念書 自己忙得 我這個焦頭爛額 對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所以目前沒有討論到 志向的問題 是討論到睡眠夠不夠的問題而已 不會不會 我會把 我會大概包個紅包給他說 恭喜你 然後你要不要留下來吃頓飯 如果你不吃的話 那你現在可以出去了 對 真的嗎 是啊 你都不尊重我 那我又何必 對 過度的尊重你 人與人之間 不管是誰 這個 不管是親子也好 朋友也好 不管是誰 多麼親疏的關係 都要互相尊重 這是人的基本課題 所以你不會原諒他 嗯 你不會原諒他 我又沒有怪他 我只是請他離開而已啊 因為你已經身為一個父親了 你就有責任要給這個孩子 你的孩子 一個家庭 一個你們自己獨立的生活 要不然我養你夠累 你再帶一個來 對不對 誰是 講白了 誰生了誰負責嘛 扯遠了 下一題 他才二十 好不好 不要嘴臭 搞不好二十一歲 就回來了吧 我結婚了 那安排對象有錢嗎 不是 我想問一下 媽媽他燙生意需要自己 對啊 很辛苦耶 創業為堅 沒有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很多朋友 好像都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有的也有妥協啦 有的就是會經歷過 需要經歷過一些考驗 我覺得是要端看你 對這件事情的定義 就比如說 如果你是想要 找一個你覺得 像比如說 可能有些朋友要交往對象 他爸媽不喜歡 因為他現在很苦 然後他爸媽希望說 你是不是找一個 好一點的男生 會輕鬆一點 這樣我們很多朋友的都不錯 這樣子 那可是這個女生給他意思 他說 我是賣意不賣身的 也不是 他說其實就是在創業初期 大家相互扶起 那你真的就是共患難過 那你可以藉由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互相去調整跟考驗 可以有這樣子的過程 不然的話你永遠是同享 你是沒有辦法一起解決困難的 對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我 還是會用這種方法 可能跟爸媽說 對 好 SORRYTV的粉絲們 一定要記得 每週一到週五大愛頻道 每晚八點鐘 一定要收看什麼 冬局沒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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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